第二十八个问题 丈夫傍佛对父母也不恭敬 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经常不回家 我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可能大家会笑的 我说丈夫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有人伺候他 把你解放了 这是一件好事 你好好念佛 好好修行 今生了生死出轮回 你说他傍佛不敬父母 这是自作孽不可活 有句老话说叫做作死 说人不作不会死 他这是在作死 由他去吧 你应该感恩他 他给你创造了念佛修行的好条件 你带他好好孝定父母 让父母顺心一些 劝父母念佛 帮助父母安度晚年 已经孝心 这是你应该做的 有时候可以拿来 我可以让你试团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会说你